第六个的话是刚才也讲到数位货币 央行数位货币 所以台湾的中央银行 现在有推出这个数位货币 叫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但大部分九成的这个摊贩 什么大家都没有听过 经过说明以后 七成的民众说 数位的话我愿意使用 但使用以后 凡走过必留痕迹 就一定会留下你的这个记录 2019年开始 Central Bank 就我们央行说 我们其实没有落后 我们也事实上是有在这个 也在积极的研发当中 就是说但是大家对这个 还是不了解 所以现在呢 就是重点就是 数位货币的这个趋势来了 那台湾现在也在讲到央行 前面很重要是央行 不是比特币 不是比特币 那美国的话没有这个央行的 美国是民间的比特币 那台湾在对数位货币的态度 是很谨慎 那这次的表态就表示说 我们没有落后太多 我们也进入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